大家好,今天在哈尔科方向,俄军再次在凌晨空袭了哈尔科夫 包括基辅还有乌克兰多地,大家可以看今天的轰炸的情况 从早晨开始,俄军发射核101巡航导弹 大家可以看核101巡航导弹 对首都基辅、哈尔科夫进行大规模轰炸 俄军出动了图95MS、图22M3、苏34 轰炸地点包括基辅、哈尔科夫、巴普洛格勒、波尔塔巴等地都发生大规模爆炸 大家可以看这是基辅,基辅拦截的画面 这是打击哈尔科夫 俄国防部表示哈尔科夫地区的军工厂 包括军事装备集中区遭俄军摧毁 俄军使用了三枚伊斯坎德尔巡航导弹 打击了哈尔科夫的军事目标 哈尔科夫发生大规模爆炸 可以看一看 伊斯坎德尔打击哈尔科夫的画面 爆炸威力非常强大的 俄军打击基辅使用的是核101巡航导弹 打击的基辅 没有爆炸的伊斯坎德尔弹的弹头被基辅方面发现 俄军是打击了肖斯特卡和巴布洛夫卡 另外还有哈尔科夫康斯坦尼诺夫机场 俄军使用的是核101 另外核有核22核32 打击肖斯特卡机场 实际上也摧毁了乌军在肖斯特卡机场 出动战机发射风暴之用巡航导弹能力 另外米尔戈德机场也遭到袭击 这次打击哈尔科夫地区 今天俄罗斯的媒体证实 乌军前一段时间在哈尔科夫外国工兵营地 外国工兵营地60名法军工兵阵亡 那么里边包括法国的陆军准将 陆军准将叫弗雷德里克德里翁 他的儿子 弗雷德里克德里翁 弗雷德里克德里翁的儿子 与他的战友一名私人叫塞巴斯安克洛德雷米贝纳德 就是这个人雷米贝纳德 他是前在摩洛哥 摩洛哥裔就是北非裔 他是在法国的海军陆战队 轻装甲轻装甲师服役 在摩洛哥 那么他呢 与法国这个准将的儿子一起正网 他的儿子呢 是叫亚利克西斯德里翁 那么现在证实呢 是法国这名准将的儿子 根据现在公开资料的显示呢 弗雷德里克德里翁 他在1991年 升任法国陆军上校 那么于2001年 正式的成为准将 在法国装甲兵服役 另外2001年8月2号 他也获得了 90年8月31号 获得了骑士勋章 那么2001年8月2号 被正式授予准将军险 那这也是现在证实的啊 法国方面啊 直接参与的 那么现在法国国内媒体呢 对法国的准将 德里翁准将 他的儿子身亡呢 进行了封锁啊 消息进行封锁 法国的媒体禁止 被公开报道 那这也是法国现在呢 实际上对整个俄欧问题 他是相对来说 避免自己呢 直接参与 但实际上你可以看到 法军一直在作战 而且都是现役法军啊 很多都来自北非的法军 所以现在在哈尔科夫 包括在顿尼斯克 阿福迪布卡 巴哈姆特 很多作战的实际上都是 法国现役的 外籍军团的士兵 那这个准将的儿子呢 也是在乌克兰作战 对吧 今天呢 俄罗斯的媒体呢 还证实啊 和军呢 击毙了 亚素营啊 亚素营的士兵 是在 克里米纳方向 亚素营啊 第十二特种旅 排长 他呢 曾参加过在马里布尔的作战啊 另外在拉伯地诺方向 扎布洛方向也进行过作战 他现在呢是 一月二十二号被俄军击毙 那他的呼号呢 叫米沙尼亚 米沙尼亚 亚素营的士兵 是在克里米纳 在哈尔科夫方向 亚素营呢 是几个月以前呢 从 拉伯地诺方向啊 被调往了 哈尔科夫前线 在克里米纳方向作战 另外 今天的乌克兰方面呢 也报道啊 说美国的亚洲时报呢 发文啊 说美国呢 计划 将乌克兰首都啊 从基辅签至 利沃夫 他表示啊 最近几个月呢 美国对乌克兰的新政策 正在形成 只在应对乌克兰 将输掉战争 乌克兰政府可能 不得不撤往 利沃夫 抛弃首都基辅 这个政策的基础呢 是乌克兰国防部 主要情报总局局长 基里尔布达诺夫 建立有效的控制 包括迁都 地点呢 可能是在利沃夫 乌克兰现在也在判断 俄军可能会进攻基辅 并占领基辅 特别是俄罗斯 现在也做好了 在哈尔科夫发动攻击 苏美切尔尼河方向 那么基辅很有可能会陷落 那乌克兰要长期作战的话 就必须撤离远离 第一国方向 在哈尔科夫建立首都 那这项政策的报道呢 乌克兰方面的认为 乌克兰没有能力阻止俄罗斯维 欧盟和美国充分理解这一点 所以美国和欧盟的情报 也支持迁都 因为他们其实也知道 乌克兰实际上现在很难 也很难在 俄战上获得主动 所以必须迁都利用户 保证乌克兰西部的安全 所以乌克兰实际上就是 被政治肢解掉了 那俄罗斯今天的媒体呢 还报道了在哈尔科夫 在哈尔科夫 乌克兰国防部军事情报总局的上校 奥列格伊万诺维奇巴比 他呢被证实 在俄罗斯空天军战略航空兵 图22M3机场 摧毁两架图22M战机以后呢 被俄军击毙 巴比呢是 与其他恐怖分子啊 其他的乌军特种部队 是同一天死亡的 没有细节的公布 但是现在我从俄罗斯 特别顿捷斯克的情报显示呢 当天的攻击呢 是在2023年的8月30号 你可以看他死了 大约半年以后 他的整个的行动才被解密 8月30号当天 他和乌军的特种部队 那进入到比尔格德地区 在诺夫哥罗德 索尔特西空军基地 袭击了俄军 宜价图22M3 该战机呢被烧毁 另外一群恐怖分子呢 乌军特种部队 步行600公里 步行600公里 秘密渗透到俄境内 对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 而且呢 该空军基地距离 乌克兰边境250公里 那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 远距离的徒步 可能会利用当地 俄罗斯当地的一些交通工具 可以说俄罗斯地大物博 整个的这个行军 特别是这种特种部队的渗透 应该是穿变装 秘密的在俄罗斯境内 进行渗透 那部分人员是安全返回了 吴境内 但是现在呢 阵亡的人员名单已经公布 应该是在撤离 返回乌克兰境内的路程中 被俄军发现并击毙的 在8月30号 当时有报道 普斯科夫空军基地 遭到无人机袭击 那现在来看 并不是无人机袭击 那么他们的出现啊 实际上是携带无人机等设备 然后给无人机指示目标 击毁了4架伊尔76MD 两架被摧毁 两架破坏 另外呢 图22M3 有两架也被烧毁 就是这个乌克兰特种目的做的 那从乌克兰领土到普斯科夫 有600公里 所以这个细节 俄罗斯方面呢 曝光以后呢 很多俄罗斯的情报 其实不太相信 图22攻击呢 是从19号 当时呢 进行了报道 目前呢 还不清楚 乌克兰的这个侦察小组 如何在8月30号 被击毙 击毙作战的一些细节 还有在进步里清 乌克兰消息人士 也没有报道 有关俄罗斯轰炸机 被毁的事件 现在俄罗斯情报认为呢 乌克兰没有报道这个事实的 原因呢 是担心俄罗斯会大规模报复 所以他做了 做了以后不说 很低调 那现在呢 公布布告呢 说明俄军大规模空袭击抚以后 乌克兰呢 将过去的很多的这个战报 又重新 重新对媒体公开 我呢 我呢会关注啊 未来呢 在俄罗斯方面啊 有些消息解密以后啊 这有些作战的这个细节 会给大家分享 那么现在在哈尔科夫前线呢 呃 在沃尔昌斯基 普列结 涅夫卡 俄军呢 和乌军发生了猛烈的交火 乌军呢 现在从阵地撤退 昨天呢 俄陆军部队对乌军战壕进行了突袭 并成功的缴获了乌军的战利品 俘虏乌军 目前呢 现在呢 俄军并没有发起大功能进攻 有个部队的对哈尔科夫地区啊 进行突袭 主要是围绕着奥斯基尔和前线 在克里米纳呢 以南啊 俄军呢 对别洛格里夫卡发动进攻 在这个方向 别洛格里夫卡 它实际上呢 是哪呢 是这个 北部啊 塞福尔斯克周边地区 就是在北顿尼斯克方向啊 俄军呢 开始对乌军阵地 比洛格里夫卡方向发动攻击 目前呢 俄军呢 已经控制了比洛格里夫卡的外围 现在已经进入比洛格里夫卡 室内进行巷战 那实际上塞福尔斯克方向 也已经开始启动 这是在红利曼方向 这个实际上呢 也说明俄军下一步呢 在顿尼斯克北部啊 特别顿尼斯克县法边界 热列别济河 奥兹尼河一线 红利曼一线 俄军呢 准备发起大公文反攻 另外今天的俄军也证实 俄军呢 击毙了乌克兰 第十山地突击旅的旅长 奥列格伦迪克 奥列格伦迪克 被俄军击毙 第十山地突击旅 副旅长 副旅长被击毙 今天呢 乌克兰媒体也报道 美国一名雇佣兵啊 在返回美国以后呢 在社交媒体上啊 公开表示 他曾亲眼目睹乌军 处决伤员 你可以看到这个美国 顾兵兵在乌克兰曾经作战啊 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 这个人叫本德明 李德 他谈到自己在乌克兰参战的时候呢 乌克兰的雇佣兵 被连指导员啊 连指挥官 叫瑞安奥利利 指责枪杀伤员 甚至杀害乌军的军事人员 那这些人员在战场上 与俄军是无法区别的啊 所以 不知道是故意的 还是有意的 还是无意的 将自己的商员 将自己的指挥员 在战场枪杀 也说明乌军在战场 其实指挥是非常混乱的啊 乌克兰是甚至将自己人啊 枪口对准自己人 这实际上呢 也是啊 现在俄乌战场一个真实情况 那俄罗斯国防部呢 公布的最新战报呢 上午呢 俄武装力量呢 发起高精度远程打击 乌军的军工联合体 导弹啊 炸药弹药生产基地被摧毁 所有的目标 军被击中 获布扬斯克方向 西部极端军 击退了乌军32 66 81计划旅 六次袭击 哈尔科夫清科普卡方向 塔巴耶夫卡方向 卢干克斯克的马耶夫卡方向 乌军损失45人 两辆战车 还有一台格沃自尼卡自行火棒 红利曼方向 中部集团军在炮兵的支援下呢 成功的击退了乌军63计划旅 国民警卫队第五旅 在扬布洛夫卡 迪布洛瓦方向的进攻 乌军呢 是四次进攻 损失220人 一辆坦克 四辆汽车 两门第20流动炮 南顿尼斯克方向 南顿尼斯克方向 南部集团军 击退了乌军28 58 93计划旅 和第81空中突击旅 第五突击旅 在库九莫夫卡 格里格洛夫卡 安德耶夫卡方向的进攻 乌军损失280人 一辆坦克 两辆不战车 六辆机车 一门第30流弹炮 一个恩克拉夫 电子战设备 在南顿尼斯方向的 东部集团军 在西米海洛夫卡方向 击退了乌军 第79空中突击旅 105人的进攻 乌军是损失7辆战车 还有一辆阿卡提亚 自营火炮 另外在扎布洛方向 俄罗斯武装队空天兵 配合下在拉布蒂诺 击退了乌军65 118旧号旅 128山地突击旅 在派特喀特 拉布蒂诺方向 进攻 乌军损失55人 一辆坦克 三辆皮卡 另外还有一门 第30流弹炮 赫尔松方向 在第1波右岸 乌军是损失50人 两辆汽车 还有两辆格沃 紫尼卡自营火炮 俄军炮击了乌军 利曼作战小组指挥所 另外在顿尼斯克 卢干斯克 击落了56架 无可能的无人机 还有一个多管火箭的系统 摧毁了一套海马斯 这是今天的最新的战报 俄军今天大规模的空袭 实际上出动了战略轰炸机 而且是对乌克兰的主要的机场 特别是基辅 哈尔科夫 还有在西部地区的这些机场 进行大规模空袭 其中打击哈尔科夫 实际上打击的主要是外国工兵的营地 打击机场主要是防止克里米亚 遭到北约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袭击 法国已经宣布向乌克兰提供 40枚的风暴之影 未来对克里米亚的空袭 主要是依靠于北约的风暴之影 而俄罗斯打击法国工兵营地 也是在警告法国 所以未来北约和俄罗斯围绕风暴之影 特别克里米亚空袭和打击行动会逐渐升级 我会持续关注 后续哈尔科方向有更多消息 我第一时间给大家分享